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來 我是啾啾 英雄聯盟集中邀請賽打到最後一天 剩下兩支隊伍分別為北美CLG 以及南韓SKT 由於SKT已經贏得LCK聯賽冠軍 巴黎全明星賽冠軍 兩屆世界大賽冠軍 甚至還有IEM的全球總決賽冠軍 至於是否能拿下MSI冠軍呢 等一下就揭曉 冠軍賽的第一場 前期阿法羅姆抓到了Blank 位置不斷干擾他吃野怪 導致Blank開局相當的淒慘 但達小在上路似乎扛兵被BAN打出手殺 扛了太多小兵了被BAN單殺掉了 緊接著XMISSION與阿法羅姆太過貪心於SKT野區 逗留太久以後也被擊殺 同時掉了三顆人頭 直接讓開局的優勢化為烏有 接下來雙方並沒有爆發太多的戰鬥 而是不斷地搶奪視野以局整理兵線 CLG靠著轉線天塔 將落後的經濟拉回到持平 並利用E3E分退讓SKT疲於奔命 23分後 SKT為了打破僵局選擇中路進攻 該隊連續兩次抓到CLG成員打出擊殺 造成CLG丟掉了內塔與高地塔 好險CLG在25分鐘時找到機會殺了Faker 換解對方的攻勢 接下來CLG利用巴龍搶避SKT前來防守 雖然CLG最後無法順利吃掉巴龍 但拿下對方三顆人頭也算是不錯的進障 27分鐘CLG利用蹲點在河道強壯SKT兩人 轉頭拿下巴龍Buff後 第四條復活的小龍CLG也順利取得 接下來該隊想利用Buff分退兵線 卻沒強到30分時SKT限學限賣 也利用同樣的蹲點成功擊殺掉了CLG三人 這時候風向又開始偏向SKT 34分雙方在下路開戰 SKT雖然開得不算太好 讓雙Carry太早餘命 但另外三名隊友 還是成功的收光CLG的成員 往前撞馬貝的你搖死你 活不活的下來 而且Bank很帥喔 是真的製作了 謹慎的三人最後選擇直上高地 打爆珠寶拿下了第一場的勝利 第一場雙方實力互相拉扯不相上下 但SKT趁CLG失誤又打出漂亮的Ace後 SKT大軍順利的拿下第一場勝利 第二場雙方居然採取一模一樣的陣容 CLG是學不乖嗎 想當然SKT還是穩穩的拿下這場勝利喔 第二場相當的罕見 出現了完全一模一樣的Bank Peek 由始可見雙方對於這個陣容 都是非常有信心 泰局CLG利用逆EU 與對方互換上下兩路外塔 前機雙方不斷的整理兵線與B塔 避免爆發太多的戰鬥 但是只要交手幾乎都是Faker與命 這場學長真是備受照顧 這個一名的血量 想來繞後了嗎 哇閃現過去不要這樣 Faker被定牆了 而且被圍毆致死 22分時Hill還落單被SKT兩人夾殺 哇所以馬甩尾繼續開始往後 這裡是一個召喚峽谷的白米賽跑 這裡已經跑第二圈了 當然是這個 好找到了 但25分時CLG也如法炮製的拿下了Dook 同時間SKT原本想利用時間差強吃巴龍 但還是被趕來防守的CLG成員逼退 27分SKT在中路抓到機會 先殺掉了阿法羅摩 復活的小龍 竟由SKT順利收下 接下來30分 兩隊又在中路開戰 這次SKT直接打出了靈幻式的戰果 還順時吃掉了巴龍 幾乎是抵定了這局的結果 繼續往前坐在星神跟Faker的正面對點 但殺兵還是比較厲害 我們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這邊反而還是讓Dook 接下來SKT利用Buff 想要退掉三路純金秘密贏 最後這一局 就在CLG無力抵抗下 由SKT打爆豬爆 拿下了第二場的勝利 第三場退無可退的CLG 改變BANPICK策略 CLG呼喜拿出蛇女 來對抗SKT Faker的雷姿 可是人家是Faker耶 就算他用一隻手玩 還是會贏的啦 來看看SKT最後 如何贏得MSI的吧 冠軍賽來到了第三場 雙方前期率先互換了上下外塔 如同前兩場一樣 彼此前期的重心 都放在點塔與整理兵線 但這次SKT抓到更好的機會 場先拔掉對手所有的外塔 並不斷利用視野優勢 搶著了CLG成員 比賽20分時雙方已經來到了4比1的人頭 以及4千的經濟差距 25分SKT率先抓到了Xmissing 打出擊殺 剩下的隊友為了防守巴龍 只能前來探查 SKT靠著蹲點打出S 導致比賽26分鐘時 兩邊的經濟差距已經正式破萬 加上巴龍BUFF威能 CLG反敗為勝的機會 已經相當渺茫了 28分時SKT選擇從下路開戰 但細節沒有處理好 反而先被CLG打出了1換2 沒沒想撐撐追擊的CLG集氣直追 沒想到最後卻被SKT挺身的3個人收光 最終3換5的結算 對CLG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33分傳放在中路再次爆發會戰 這次CLG抓到機會先收掉了Blank 雖然後續追擊CLG也有成功換掉Faker 但結果還是由SKT拿下CLG三人 先不活的SKT成員馬上集結合到 無蠢地吃掉了巴龍與五龍 經濟大幅領先的SKT再加上雙龍護體 CLG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擋了 最終SKT選擇職上CLG高地強勢開戰 拿下了4顆冷頭 毫無懸念拿下了這場比賽 並獲得了技種邀請賽的冠軍 SKT也成為英雄聯盟史上 所謂的大滿怪得主 包含韓國LCK聯賽的春夏季冠軍 世界大賽冠軍 IEM冠軍 加上這次的MSI冠軍 等於一年內包辦了英雄聯盟所有大賽的冠軍 首先的話呢我們要問一下咱們的FAKER大魔王 那此時此刻是獲得了本次的季中冠軍賽的獎盃之後 實現了大滿怪 那現在此時此刻有什麼話想和你的粉絲們說 我這個給你平日在快樂 我不會讓你去死的名牌 所以我們現在所欲的系統 讓你支持到這場的喜歡你的粉絲 提到兩種族的支持者 簡單加上去吧 我沒有意外阿 我會知道這場是懂得一下 我曾年在超市的亞洲 上天所觀看的選擇 我們他們有個支持者 可以成功的上行 還有現場的中國粉絲們也感謝您的支持 然後菲克是說他沒有想到居然可以走到這一步 這都是因為有大家粉絲支持他們 給他們源源不斷的動力 所以他們才可以走到現在這樣的勝利 然後就是非常感謝今天來到現場的中國的粉絲們 謝謝大家 那實現了大門關之後 我們很多的人包括是菲克的粉絲們 都是關心大魔王接下來的電競夢想 他的人生目標又是什麼呢 那麼 지금은 有意義的,搭訕하지 못했던 優雅的獲得搭訕了 所以這次的目標是甚麼呢 新鮮說吧 每次的大門關在優雅上的獲得 還有其他還要做的比賽 還有其他的比賽 還有其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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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其他比賽 所以他希望在以後所有的比賽裡面都獲得了勝利 好的 再採訪完了 菲克之後呢 其實本屆大賽啊 黑珍珠 布蘭克的表現也是非常的棒 我們請到布蘭克來到我們的翻譯的身邊 我們也是要簡短的採訪一下布蘭克 那布蘭克在加入到了SKT這支戰隊之後 現在已經實現了 IM 包括是本屆的季中冠軍賽的兩座獎盃了 那此時此刻有什麼話想跟他的兄弟們說呢 這次是SKT這支戰隊之後 IM 和 MSI的這支戰隊上都會贏了 所以跟他們一起合作戰隊友們說的一句話想說 對嗎 對 首先 我不足的隊友們的隊友們非常感謝 非常感谢他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依旧鼓励他支持他所有的队员还有教练 非常谢谢大家可以在他身边 好的那么在采访完了 我们的队伍的选手之一之后 我们也是再次的恭喜 本次的季中冠军赛的冠军 来自LCK的王者SKT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有没有看到最后Faker 显霸贏得比赛的笑容 还有Blank被纸花炮干冰吓到的可爱表情 恭喜SKT獲得电竞大满贯的成就 现在要进广告咯 等等回来下段节目中 电玩Caring Me将带大家看看 闪电狼这次在MSI所有的精彩画面咯 不要转台我们马上回来